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Greyson 有很多观众之前问我,我的影片内签字幕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我想回答大家一个疑惑 我们的影片是否要加入内签字幕 我个人认为,加入内签字幕可以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你的影片内容 我担心有些观众不习惯我的口音 所以我选择加入内签字幕 这样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我在说什么 所以,是否要加入内签字幕,其实真的取决于你的个人喜好 我制作影片字幕的过程也非常简单 用的工具也是免费的工具 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和大家分享 我在每次制作影片时是如何给影片加入那些字幕的 如果你想学习如何给影片上字幕 那就千万别错这期影片 首先大家在剪辑好影片之后 需要导出你的音频文件 之后我们要搜索网易键外这个工作台 然后找到第一个网易键外工作台 如果你没有网易键外工作台的账号,你可以选择去注册 这里需要输入你的邮箱还有你的密码 第二步就是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通过手机号验证 之后你就可以完成注册 完成之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工作台 我们点击新建项目 在这里有各种项目可以跟我们选择 有视频翻译,视频转写,字幕翻译,文览翻译,语音翻译,语音转写,会议同传,图片翻译 如果你是一个视频文件,你就可以选择上面这两项 视频翻译就是能生成中音双语字幕 而视频转写就只能生成中文字幕 如果你只有语音文件,你就可以使用下面这两个选项 使用语音翻译就直接能够把你的语言翻译成中音双语 如果使用语音转写就只能翻译成中文 因为我刚才之前准备的是语音文件 而且我想要我的字幕有中音双语 所以我选择语音翻译这个选项 在这里就可以添加点音频 这里有翻译语言 你可以选择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也可以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这里可以选择初稿类型 你可以选择你的初稿类型为文本 也可以选择字幕 如果你打算制作字幕 需要把你的初稿类型选择字幕 在所有都选择好之后 可以选择提交 在等AI转写完和翻译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画面 这里大家就可以检查一下 他们翻译的或者是转写的到底正不正确 如果不正确我们可以直接修改 如果你打算把一句话分成两句话 可以点击这个图标 这样他们就分成了两句话 在你检查完所有的文本之后 可以点击这个导出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中文字幕 英文字幕和中英字幕 这里我建议大家分别导出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 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另外一个免费工具 是Archtime 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字幕制作工具 在这里可以点击下载和安装 这里有不同的版本跟你选择 当你安装完Archtime之后 就可以打开Archtime 现在我们就要导入我们的字幕文件 导入字幕文件有两种方式 首先可以点击这个文件 然后点击这个导入字幕SRT文件 然后点击继续 选择OK 现在我们就导入了我们中文字幕文件 现在我还要导入我的英文字幕文件 我需要首先双击这个第二行 会发现这一行比其他行都明亮了一点 这就代表着这一行已经被选中 第二个方法导入字幕文件 就是可以直接拖出来 然后我们点击继续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我要在这里选择第二组 然后点击确认 现在我们就导入了我们中文和英文字幕 通常我还会做一个操作 就是点击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能够帮你把你字幕重叠的部分都清除掉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做这个操作 现在我们就要来设置我们的字幕 首先我把我的英文字幕先隐藏掉 然后点击这个导出 因为我使用的是Premier文件 所以我点击Premier 如果你是使用Final Cut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Final Cut 然后点击第三个选项 这里就可以设置你的文字字体和文字大小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字体跟我们选择 这里还可以改变你的字体大小 这里大家要注意 当你输入任何数值时 一定要点击确认 这样才会完成你整个操作 这里还可以把你的字体加粗 然后可以倾斜 还可以加底线 这里还可以把你的字体加入一个外描边 同样的一定要点击确认 它才会帮你加入一个外描边 这里还可以帮你的字幕加上一个外框 这里还可以把你字体加入一个投影 这里还要选择你的影片剪辑软件 如果你使用Final Cut 就可以直接选择Final Cut 如果你使用Premier 就可以选择Premier 接下来就要在这里选择你的文件导出位置 一切都选择好之后 点击这个导出 接下来同样的道理 导出英文字幕文件 这回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中文字幕隐藏掉 把英文字幕打开 同样的导出 你可以选择相同的字体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因为英文字幕通常是在中文字幕底下 所以我们要选择小一点的字体大小 所有都选择好之后 点击导出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字幕文件 导入到剪辑软体里面 现在我已经导入了我的字幕文件 就中文和英文 首先点击中文 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XML字幕文件 然后把它拖入到我们的剪辑区率 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的影片里面已经有我的字幕了 同样的道理导入我们的英文字幕 现在英文字幕也出现在我的影片里面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是重叠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整它的位置 我决定把我的英文字幕往下调 如果你是使用Premium 可以使用这个效果控制 在这里你可以调整你的文件位置 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的英文字幕出现在了我的中文字幕的下方 现在大家可以播放你的影片 去看你的字幕和你的音频是否有匹配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 就可以导出整部影片 这些就是我平时给影片上字幕的过程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其他上字幕的方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期影片 别忘了我点个赞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会每周更新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